有香港主題錄員說 今年五一場假期 一元和酒店預訂反應都是理想 又說不少內地旅客的消費模式 較疫情之前轉變 由即日游變身做新導遊 由梁穎儀說 空關之後的真是第一個場的假期 都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讓我們去看看人流 讓我們好好去學習 疫情之後第一個五一場假期 不少內地旅客報復式外遊 香港主題樂園到處人頭湧湧 要在人潮中快人一步 玩那麼多機動遊戲 遊客不惜加碼 買快證走捷徑 主題樂園負責人說 五一場假期間 入園預約反應熱烈 不少是回頭客 不過遊玩模式都跟以往大不同 譬如他們會預先準備好他的行程 預訂好一些套票 他們又會穿上 和迪士尼主題有關的一些服飾 進來玩 拍照就很開心 和他們不單止是追求一個一日的體驗 他們都會追求一些 譬如兩日一夜 三日兩夜的一些深度油 樂園酒店過去幾年推出staycation 宅度假吸引本地客 現在內地客重臨 更加傾向深度油 長假部分日子房間預訂爆滿 梁偉豪說 熬過疫情之後 將會以雙軌並行策略 既推廣本地客生意 也著重吸引內地和海外旅客 遊客方面 我們都看到他們真的很多 除了樂園之外 他們真的追求一些額外的體驗 所以我們樂園都很努力 希望做到一個 吃、買、玩、住的一站式體驗 要做到這樣 樂園其實都推出很多 不同的一些套票活動 香港迪士尼因應未來繼續擴建園區 又會推出不同新的項目和活動 第一季已經完成招聘大約600人的目標 期望第二季為旗下酒店 再請多大約400人 主要負責房務和前台接待等的工作 NOW TV記者梁詠儀報導